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今天站在台上的应该是张晓晋先生 所以我是他的代表 所以非常不习惯站在台上 我写过的东西在我的iPad里面 尊敬的郭部长 尊敬的莫校长 尊敬的各位词商家和代表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 我是张晓晋先生的代表 蔡天佑 我跟张先生工作了三十年 张先生要我转达 他对马兴池三家 新书推荐你的成本举行 向新纪元莫校长 至于最诚心的祝贺 并对他的不客出席 表示深深的歉意 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 他也要我再建议 向大家表示感谢 以下是我对张先生简单的介绍 张先生小时候 读读诗读诗古学 他背诵不少的谈诗述词 他说他喜欢诗记 他特别喜欢像以本记 《如侠念传》 《如侠念传》 他喜欢古文观史 他也推荐 《增管弦文》 《千字文》 《地指规》 他几乎收集了 两女生经缘的 所有的武侠首说 他和武侠首说的结语言 可以说是他日后 收购香港民报集团 买下了伏笔 他去到南餐 他说他要去参观 滕王阁 他心仪谈待诗人王国是神童 他随口备注了王国腾王格序中的名剧 落霞已步步其飞 修随共产天一色 他喜欢文学 他是一个文艺青年 其实我应该偷偷说了一句 他曾经坐牢十八个月 他也很喜欢音乐 《长青之歌》的词曲 是他亲自读写的 他常常说 人活着一定要有理想 做事要如瞒尽 干尽和撒尽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强调 人必须要有信仰 信仰让人获得心灵上的慰安 信仰可以让人活得 更加以爱 有情 有言之 有正义 他常常说 做人一定要将心必心 要自我还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一日伤醒无声 他喜欢乐 他常常鼓励同事 要不断地学习 和自我真实 他把人生比喻为 大海行传 看似风平安静 骤蓝 却又呼吟密 黑暗的尽头 是黎明的到来 他说平权是对一个人 最另类 最强力 最真实的祝福 因为平权可以化为 人生创业奋斗的努力 他还说 经济可以让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强大 但是 文化教育 可以让一个民族 变得伟大 变得有修养 他认为 中华文明盛世的 再次来临 是历史的必然过程 他担心海外华人的 后代子孙 渐渐忘记了自己的 民族身份 文化和历史 他曾经处之 和中央电视台合作 拍摄了一套 共计时级 生活好评的历史纪录片 夏南梁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自言不悔地问他 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 帮助别人 也有一次 一个老乡问他 你走过世界上 不少的国家和地方 看过不少的 好山好水 哪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风景 最美 最烂临哪外 他直率地说 家 只有家 最美 最好 他为什么走上半号的路 他为什么坚持 民族文化的传承 他为人的热上好诗 他充满人文关怀 充满人生的正能量 他为人的谦卑好学 宗教信仰 他生活的柬埔无华 他远不妥协的奋斗精神 我以上简单介绍的说明 应该是一个参考 再次向各位 企业家致敬 谢谢 谢谢 謝謝